第二屆世界杯哨棒锦标赛 将从明天开始在台北市举行11天的赛程 总共有14支队伍来台湾参赛 中华队要寻求未免 从总教练到小球员 大家都很有信心要把冠军奖杯留在台湾 可爱又活泼的舞蹈 为第二屆世界杯哨棒锦标赛揭开虚目 这也是台湾连续第二次担任主办国 14个国家的参赛队伍将用11天竞争冠军奖杯 寻求未免的中华队 虽然因为台湾等因素练习时间被压缩 但是队长邱志恒仍旧信心满满 上一届大会MVP曾伟恩现在已经要升国三了 特别到场勉励小学弟放松心情来应战 总教练刘润成也对子弟兵相当有信心 但不会因此轻敌 中华队这次也希望靠地主球迷的加油声再创夹击 美国队虽然上届没有来台 但已经感受到来自地主球的压力 中华队的第一站将于18号晚间7点 在天母帮球场迎战巴西 期待能在国人的加油祝福下迈向未免之路 有点TV张淑珍李爱传台北报道